哈囉大家好 我是Henry 然後我今天看到桌上的這些東西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介紹Harry Potter 那因為Harry Potter的那個電影快要出了嘛 好像是4月14號 鄧不利多的秘密 鄧不利...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 好 一定要有怪獸與鄧不利多的秘密 它就是怪獸世界的第三集嘛 對 反正它新電影要出了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Harry Potter玩具要上 然後因為就是我今天特別找到了一個 因為我Harry Potter的東西沒有到很熟 OK熟耶 可是我今天找到一個專家 你知道我旁邊這位 他是Ivy 他是我朋友 嗨 我是Ivy 對 她是專家 因為我們剛剛在Ray的時候呢 她就可以已經可以講出一大堆很神奇的台詞 很神奇的台詞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找她來聽到是對的 那你現在可以介紹一下名字嗎 好 這一隻是露娜 她其實每一隻做的那個長相都還蠻符合現實的 就是你一看應該都大概猜得出來這些是誰 她旁邊也有名字啦 可是我覺得她做的特徵應該都有做到 對 特徵都有做到位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這也是露娜 然後這一隻是那個張秋 就是哈利波特的喜歡的女生 然後這一隻是哈利波特 特地把他們兩個擺在一起 然後 然後這一 有情人忠誠賢俗 真的 然後這一隻是妙麗 然後 妙麗還有出一個很 另外比較特別的系列是這一隻 那我們等一下也會開 對 這一隻是阿茲卡班的逃犯裡面的系列 她這一隻妙麗裡面做的還蠻不一樣的 她這個妙麗穿的衣服是阿茲卡班逃犯裡面的衣服 然後她脖子上還有掛一個時光器 然後還有妙麗的貓 好 我們等一下打開來看 那我們先來開 就是經典角色可以開Harry給大家看 好了 我們現在開了這個哈利波特的這個人偶 然後大概長這樣 其實我們剛剛玩了大概一下子 然後我們兩個人都覺得 其實評價還不錯 因為她的衣服是可以 就是她的衣服是可以脫掉 可以 可以拿掉的 可以換衣服的 然後可以互換 然後我覺得她的那個毛衣的 的那個印刷看起來還蠻不錯 就是不是一個顏色 她是有那種針織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臉的塗裝也算蠻好的 就很簡單 然後嘴唇還有一點顏色 所以算是弄得出來還蠻有那個 朝氣的這種感覺 眼睛也塗裝也不錯 你看 而且她眼鏡也可以把它拿掉 對 她眼鏡可以拿 她這邊有用一個繩子把它黏住 我沒有拿掉 因為她眼鏡是可以拆掉 然後她的閃電標記 上面也超明顯在這邊 印刷得很好 然後手上有魔杖 然後手上也可以拆 那比較可惜一點點的是 她的 她的彎曲度是只有大腿這邊可以彎 是可以這樣子的彎 可是她的小腿是不能彎 然後手肘也不能彎 所以 把彎的程度可能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沒關係 這應該是給一些小女生彎 小女生應該不會特別講求說一定要 一定要彎到什麼 因為主要是喜歡女生應該是比較喜歡 拿出來然後 對擺著一些玩家家酒互動 互動一點站在一起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這個角色的 這產品的設計的這個定位是OK的 然後鞋子可以脫掉 我只是沒有脫 她把它綁起來 是不是可以脫 拿出來 這個是那個 阿斯卡班逃犯的特別版的造型 對 然後這是她的便服的造型 她在阿斯卡班逃犯裡面那一集裡面 在最後要去救天狼星布萊克的時候 是穿這一身的造型 然後她這個做的還蠻精神 她連她身 她的脖子上有一個 時光器有看到嗎 喔 時光器 黃色的那個 時光器 她連時光器都帶著 然後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真的很考究 對 很考究 但是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妙麗的貓會出現在 在這裡 也是可愛的貓 對 因為她在 妙麗的貓其實在哈利波特裡面 並沒有出現太多次 但是這一集 特別把它放進去 是因為她在一開始 電影的時候 那個妙麗的貓一直在追 那一隻 榮恩的老鼠 就是那個彼得佩 彼得佩比魯 她變身的那個老鼠 對 變身的那隻老鼠 變身的那隻老鼠 所以她在這一集 她的這個特別版裡面 特別把妙麗的貓放進去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這叫什麼 爐子 專門在調變身水的時候 用的爐子 就是妳怎麼知道這專門是變身水 因為她在內心有在調變身水啊 然後她 然後就是用這個爐子 對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罐子 她就是用這個 然後在那邊調變身水 然後結果最後妙麗變成一隻貓 對 我想起來了 有一個 因為她 她拿到那個 史萊哲琳的那個女生的頭髮裡面 摻砸貓 所以她就變成貓 對 然後她這一隻角色我覺得 做的真的很像妙麗欸 就是 頭髮很膨 頭髮很膨 她把那個特點都做出來 你看她頭髮有多膨 超級膨的 就是 然後她下面 她還有說上面是直的 然後下面弄很curly 很捲 所以我覺得這個頭髮的特色 有做出來 我覺得很喜歡欸 很喜歡這個 很多頭髮的感覺 對 那這一次就是特別版 然後 也做不錯啦 臉型跟那個哈利波特就不太一樣 她的臉型 哈利波特在這邊 我們做一個 比較 這樣子 兩個高度是一樣的 然後 對 OK 那這是人偶的部分 欸 你要幫她換衣服嗎 好啊 我們要幫她換 她這邊有附一件 她的那個學院的 就是Gryffindor的 葛萊芬多的制服 嗯 對 好的 大功告成 我們花了一番功夫 才幫她換好衣服的 就是我們剛剛 擔心說她裙子會太短 可是其實不會啦 就是 對 因為她其實 上衣跟裙子是 兩件式的 你可以 只換上衣 或者是只換裙子 就還蠻方便的 就是你還可以自己搭配 她這個褲子在這裡 呵 你說穿褲子 對 然後上半身可以穿這個 就是小朋友應該都蠻喜歡的 她可能可以再搭一個外套 是不是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你想要穿的話 就可以再把這外套穿回去 然後你就可以看說 你要穿這個裙子 加上衣 或者是你要穿上衣配這個褲子 褲子 對 你小朋友都還可以自己搭配 還不錯 對啊 然後我們剛剛在穿的時候 一陣手忙腳亂 然後結果發現這個鞋子竟然是 這鞋子竟然是軟的 然後很容易套 對 套還蠻方便 就是我這樣穿就這樣 就上去了 就是不用太擔心說 她會很難穿 對 所以小孩不會 就是小孩在玩的時候 不會說不好弄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魔藏在這裡 魔藏在這裡 蠻可愛的喔 換回就是學生妝蠻可愛的 換回學生妝更有妙麗的感覺 然後再看一下她的頭髮 有 有 有 我覺得我很喜歡她這個頭髮欸 對 很妙麗的頭髮 對 很妙麗的頭髮 很喜歡這樣子 我們在講 穿下一個系列之前 我們還想要就是給大家 特別看一下 就是每個角色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像這個露娜 露娜她 我們還沒有開 可是我看她後面的照片 就是她頭髮那個膨的程度 跟妙麗好像不太一樣 妙麗好像頭髮上面是直 然後下面是膨的 她這個露娜 感覺是整個頭髮都是膨的 那因為我這東西等一下想要拿來抽獎 所以我不打算開 可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說她每一個角色的 其實特點都有弄出來 像這個 是叫什麼 髒秋 髒秋頭髮就是直髮 你看 是很直的 所以都不一樣 漫不一樣的 而且她穿的是絲襪欸 你看 她穿絲襪 她們兩個都穿一樣的嗎 然後這一隻的妙麗是穿 普通的長襪 長襪 真的耶 所以顏色不一樣 欸長襪欸 這隻是長襪 對那那隻是長襪 然後剛剛那個特別版是 就是牛仔褲 可是我們把牛仔褲拿掉了 然後另外的話是絲襪 所以都有一一點點 都有一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我們剛剛發現就是 玩一隻感覺還 感覺不太亮 兩隻 它有沒有就是 Harry 跟妙麗放在一起 就覺得超搭的 對啊 就突然覺得欸 仗秋掰 對 仗秋掰 兩隻放在一起這樣 覺得還蠻不錯的 真的 好anyway講完了下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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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